前面呢咱们学习了这个定积分的这个概念啊 性质啊及其计算啊 尤其是这个变现积分和流顿来的离子公式啊 这个是呃整个微积分的精华啊 可以说是精华所在啊 他解决了是吧 这个不定积分和定积分的一些最基本的问题啊 最基本的问题 然后面的这个积分方法呢和这个不定积分啊是有关系的啊 也是有区别的 尤其是这个换源积分法啊 有相当大的一个区别 好咱们来看一下这个呃反常积分啊 反常积分呢是打破了啊 打破了我们这个定积分的两个常规啊 定积分要求什么呢 在有界区间上啊 在有界区间上做什么呢 做有有界函数的 是吧 有界区间上做有界函数的积分 那如果啊 这个函数本身是无界的 积分区间本身是这个不是有限的啊 那这样的话呢 就导致了反常积分啊 好我们来看反常积分啊 如何定义 以及这个如何计算 啊 先看一下无穷区间上的这个反常积分啊 这个广义积分应该改成反常积分这两个字啊 因为反常积分呢 呃指的就是我们 非正常的啊 但是广义积分的话 呃在数学上已经有 别的这些定义给占用了啊 所以我们还是以反常积分为主啊 就是阿波罗姆 是吧 啊 反常积分是阿波罗姆 是吧 不正常的 罗姆就是正常的常规的 那这个广义的话 你可以用这个generalized 对吧 这个从数学上的名词还是不太一样的啊 啊 所以知道这个情况啊 反常积分啊 就是无穷区间 好 原来是有限区间 现在变成无穷区间 原来是上面的什么呢 上的有界函数 打破这个常规就得到了反常积分 好 我们先定义这个A到正无穷上啊 A到正无穷上 FX积分呢 定义成一个极限啊 我们画一个图的话 你比如说 我想去看一看这个下面这一块东西 有没有面积 是不是 那我怎么办呢 那我可以先给它截断啊 然后呢 再让这个B呢 去正无穷 对吧 非常好的想法 非常好的想法 那如果上述极限都存在的话 那称这个反常积分呢 就是收敛的 啊 那么这个极限值啊 极限值就成为这个反常积分 它的值了 对吧 就算出来啊 所以这个是形式上的一个东西 至于说它有没有定义的话 完全取决于这个极限是否存在 那如果反常积分呢 这个不存在啊 就极限是不存在的 那就成为发散 就像我们那个什么的速裂一样的啊 有一个收敛 有一个发散这个概念啊 所以见到反常积分的一个首要问题 啊 所以它的一个层次 是先问它的敛善性 对吧 如果收敛的话呢 我们就得看它的值 啊 这个值 啊 就是什么呢 就是 A 我们的 极限 是吧 B 去向于正无穷 啊 A到B上 是吧 这是Fx Dx 那如果我们 有相应的 刘顿 来不离子公式 对不对 我们一样的有啊 所以它是这个极限 B 去向于无穷大 A 如果它有原函数的话 就是FB 减去FA 啊 所以我们一般的呢 也可以这么写 啊 写成这个样子啊 这叫借用 啊 你要理解啊 经常讲你懂的 是吧 你要去借用这个 啊 就是 写这个正无穷 其实就是求这个无穷大的极限 啊 也就是说 反常积分 就是这个无穷区间上的 反常积分 它的存在性 完全取决于什么呢 就是X区正无穷时 这个啊 原函数的极限 是否存在 OK 好 这是无穷区间上的 反常积分 以及它的计算的手段 啊 好 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个 另外一个 无界的 是吧 就是从负无穷到B 啊 负无穷到B 就是下限是无界的 啊 下限是无界的 那我们 也是做成一个极限啊 让这个下限固定住 然后让下限呢 去这个负无穷 那如果上述极限存在呢 我们就称这个反常积分 是收敛的啊 那否则呢 就成为发散的啊 好 同样的道理 是吧 那这个负无穷到B F X DX 它也可以做成这个 刘顿 奈布利兹公式啊 A去向于负无穷 是不是 那这个是 FX 从这个 A到B 那 借用一下这个记号 就是FB 减去F 负无穷 啊 所以呢 这个东西 反常积分 是否存在 完全取决于 X去负无穷的时候 这个 原函数的极限 是否存在 下面看最麻烦的一个 上下线呢 都是无界的 从负无穷 到了正无穷 那怎么办呢 必须在中间打一个桩 这是规定 规定就是规定 乌龟的臀部啊 容不得任何更改 容不得任何更改 所以负无穷到正无穷 一定要写成 负无穷到中间的某个点 加上中间的某个点 到正无穷 也就是说 它要收敛 当且紧当这个收敛 and这个也收敛 这个是同时收敛 非常非常的重要啊 必须是 这个收敛 这个收敛 如果有一个发散 它就是发散的 千万不要这个 胡乱定义啊 千万不要搞正无穷定义 有人说 我要定义成 负无穷到正无穷 不要自作聪明啊 说我给你搞成什么呢 这样的一个极限 让你这个什么呢 让你这个R 比如说 我趋向于这个无穷大 我搞一个对称的区间 对吧 我搞一个对称的区间 那你这个R区 无穷的话 这样不就那个行了吗 千万不要这样做 这个在收敛的前提之下 可以这么做 但是我们一般的定义 必须是打个桩 然后两边都收敛 才可以 因为这种情况下呢 有可能会相互抵消 这是非常经典的一个例子 就是符号函数 你可以看一下 是吧 符号函数非常的糟糕 这边的面积是正无穷 这边的面积是负无穷 如果你找一个对称的区间的话 那他就是什么 开山填海呀 正好把这个地方给抵消了 所以注意这个事情 注意这个事情 千万不要胡乱的定义 因为数学上 定义是来不得任何马虎的 好 那么他的计算呢 就会成这个样子 成什么样子呢 成这个fx 从这个负无穷到正无穷 如果有原函数的话 那中间呢 还要打一个桩 要打一个桩 所以他写出来 是应该是这个情况 就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是fc呢 减去f负无穷 是吧 然后再加上 这个f正无穷 要去减去这个fc ok 所以实际上结果呢 是fx 从负无穷到正无穷 如果反 如果这个原函数呢 形式上都是一样的话 好 这种是最麻烦的 最麻烦的 所以这个反常积分 要做负无穷到正无穷的时候 一定要先考虑 我特别强调 先考虑 脸散性的问题 只有脸散性过关了 然后再看他的值 然后才是值的问题 ok 好 咱们来看一个例子 这样的一个例子 计算这样的一个反常积分 让你计算 既然让你计算 实际上呢 就说明它是收敛的 事实上确实如此 所以呢 我们讲完这个题目之后呢 再给大家总结一下 什么样的反常积分是收敛的 什么样的是发散的 一些最最简单的一些结果 把它记住 好 这是一个无界区间上的反常积分 区域正无穷是无界的 对吧 但是呢 分母呢 我们可以去配方 一般人问题不大 所以拎到正无穷 分母配方 配成 x加2 括号的平方 再加一个4 是吧 好 注意4 4可不是一个别的 4正是什么 正是2的平方 然后上面呢 写个dx加2 凑成那个样子 因为我们知道 a方加u方分之du 它的原函数是什么呢 是a分之1倍的 看好 千万别记错了 有人记成a倍的 那就完蛋了 ark tangent的什么呀 a分之u 这是x加2 好 然后直接写 0到正无穷 这个没什么问题 因为你这个背景函数呢 只有这么一项 好 写出来 2分之1 正无穷 记住了 是趋于正无穷的极限 好 x趋于正无穷 x加2 除以2 也是趋于正无穷 ark tangent的x 趋于正无穷的时候 它是2分之π 然后呢 下线的话 直接带值 它就是 ark tangent的多少呢 2分之0加2 对吧 所以无穷大的时候 这个极限 对我们平常的渐进线呢 对这些函数 性态的了解 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好 这个ark tangent的1呢 是4分之π 所以最后的结果是 2分之1 2分之π呢 减去4分之π 注意些最常规的 这些 三角函数的值 对吧 ark tangent的4分之1呢 是4分之π 也就是tan的4分之π等于1 这样的话 2分之π减4分之π 4分之π 所以最后结果 8分之π 那有人可能算到的 这个两倍的4分之π 变成2分之π 那是错的 注意这是1分之1倍的 也就是说 反常积分呢 就是相当于干嘛 就是无穷线的反常积分 就是这个反常积分 它约等于什么呢 约等于一个定积分 再加上什么呢 再加上一个极限过程 对吧 极限过程 所以我们做事情的时候 不要三步并做两步 先做定积分 再做极限 这样的话会比较的靠谱 比较靠谱 好 关于这个无穷线的反常积分呢 我们给大家写一点点注 所以第一个呢 首先要考虑 先考虑这个脸散性 后这个求值 尤其是一些概念性的题目 特别要注意 第二个 我们一些常见的 常见的一些结论 记住 常见的一些结果 最基本的一些结果 比如说 这个A到这个正无穷 X的P次方分之一 这个 它的脸散性 注意这个A是大于零的 它收敛 当且仅当什么呢 当且仅当 这个P呢 是大于一的 对吧 还记得对吧 这叫标杆函数 X的P次方 这叫P函数 P次并的分之一 这个积分 X分之一呢 是发散的 然后比它小的 是吧 那是这个 收敛的 就P大于一 那就收敛 P大于零小于一的话 或者说小于零的话 那当然是发散的 还有一个结果 这个呢 在概率里面有用 0到正无穷 这个是E的 负λXDX 是吧 这个结果呢 是λ分之一 当λ大于零的时候 这概率里面 非常的有用 这就是那个指数分布的 还有一个结果 就是这个负无穷 到正无穷 是吧 E的负X的平方 DX 这也是概率里面 非常非常重要的结果 它是等于 根号π 或者说 负无穷到正无穷 就是标准正态的 那个密度 对吧 标准正态的密度 积分等于1 而这个密度呢 前面猜了 根号2π分之一 所以结果呢 是根号2π 好 这个关于 无穷区间上的 反常积分 我们就给大家说 这么多 那这个反常积分 一定要跟这个 所谓的定积分 区分开来 它完全是不同的 两个语言系统 它可以约等于 这个定积分 加上这个极限 这个过程 但是呢 实际上 它这个过程 是密不可分的 它是一个联合 另外一个呢 一些常用的 最基本的 一些积分的联算性 也是希望大家呢 要去掌握 它的计算 就是定积分 加极限 这样的一个程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